丹仁哥一直听你所谓的财报空窗期的做梦行情 作战行情还有资金行情 那请问到底做梦行情的这些标股的长相是怎么样呢 那今天的解盘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请看今天的朋友解盘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2020年11月24号星期二的忍者无敌 我是莫正俊投顾分析师陈坤仁 各位朋友们今天的大盘下跌了70点 那行情的看法等一下跟投资朋友们做说明 还有操作面的部分也都会详细跟大家做分享 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样看来看这个老画面 欢迎新朋友的加入 还有欢迎长期支持我的投资朋友 一起来做观赏 那我是陈坤仁分析师 那再次强调就是在我的节目里面的话 我会用很多很多的数据面 来分析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 然后我会告诉你实战的操作上面的一些 应该注意的事项 甚至我有很多的教学 来跟大家来做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推演 教学的一个说明 所以请你务必订阅 按赞 分享 加开小铃铛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的LINE和Telegram 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里面的资讯 还蛮多的投资资讯 也是分享给大家 那还没有加入的话 请你赶快来做加入 所以在前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先借我一分钟 小小的自我介绍跟行销的时间 那么今天的部分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那我们就直接从美股台股 然后看招操作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分享 来我们先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那美股的部分 我用比较快一点方式来做代过 因为这几天已经跟大家讲的还蛮清楚的 因为这几天的美股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分析 那怎么样说标准技术分析呢 其实你看我这几天节目都不断提醒大家 来道琼是上影线 高档的上影线的一个压力 然后NASDAQ的话是一个长黑黑的这样子一个高档压力 所以这个是两个高档压力 让这两个指数都在高档这边有一些压力的现象 然后道琼的话支撑它是一个多方的缺口 然后NASDAQ的支撑的话 它是一个均线的支撑 所以分别这两大指数是由上影线 然后长黑K来当做压力 那另外的话是由多方缺口 和所谓的均线的一个支撑来当做支撑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行情就在那边盘盘盘盘 会盘多久不知道你只能等待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突破 才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行情的诞生 所以这个是趋势面或者技术面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 那各位投资朋友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很标准的技术分析来做观赏 跟参考 所以是美股的部分快速来做带过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今天的一个盘式的重点是台股了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了 那怎么样来说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交线指数的一个状况 今天大盘上涨开出 然后再创了一个波段新高13951点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个卖压的出现 然后震荡走低 那今天收在相对的低点 今天大盘是下跌了70点88点 到目前为止 你听我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可是你如果看一个数据 叫做是今天成交量的话 今天成交量是放大到2632亿 那2632亿的话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最近的一个线形来说的话 我切一下线形给大家看 来线形的部分来说的话 你可能你光看这几天没有太大感觉 可以如果把这时间点把它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些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来在今年的就前一阵子在8月20号的那个1214的一个波段低点 或者是说那个就是相对正在做一个震荡打底或者起当点的那个地方啊 它其实有一个成交量大量是在1214的那个3500亿的这样一个大量 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行情就继续整理整理整理 然后就突破13000点 然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那到今天的这个2632亿是最近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大量 就是从8月20号那个到现在为止 2600亿是最近的一个大量 然后可是如果就这个大量来说的话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短线上面一个直涨 就是那个可能涨势准备要做休息 或者叫准备要做一个震荡的一个这样一个大量 可是你如果从量价结构来说的话 它并不是所谓的一个叫做是爆量失控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短线上面这边来说的话 确实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涨不过大的这样的现象 其实这句话我上礼拜讲过 不过昨天的大盘又涨了160点 那我就说只能顺势 你就只能尊重这行情的积蓄震荡偏多嘛 可是如果就今天来说的话 那就是这个执档讯号有点点 比较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了 所以今天大量2600亿 那上档有一个小黑 就是有一个黑K的这样一个现象 然后来说的话 比较能够做这样一个行情的一个确认 或者是说比较有机会 变成像是一个高档震荡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了 那但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如果行情转为高档震荡 它不是坏事 因为它只是在做一个 短线上面的一个涨幅过大的一个 乖离的一个修正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你就会发现 如果在这边去做一个高档震荡 那如果在这边发现有一个月线 往上移的这样一个现象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的时候 那它反而会对这样震荡过后的一个行情 会更加健康 那我认为这个行情 或者我认为这样的技术分析 这样的走法是一个还蛮健康的一个走法 然后甚至我不断提醒大家说 反正这个时间点它就是一个执行行情 这个时间点它就是一个财报空窗期的一个 就是做梦做账行情 然后这个时间点它就是准备要到年底 集团要做账了 法庭要做账了 甚至明年的元月有元月行情 然后有什么红包行情之类的 所以我后续后世的行情依然看得还蛮乐观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如果有一个适度的整理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是一个行情的部分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些接下来你就会问说 大人哥我已经听你讲好几天这样的一个行情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一些比较就是范例 或者说怎么样来看看怎么样叫做是做梦行情的部分 那其实昨天也有投资朋友在我的YouTube上面来做这样的留言 他问我说 大人哥那个就是所谓的做梦作战行情在美股也有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所谓的作战行情应该叫做全 我想应该全球都有的 尤其是如果必须要公告财报的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所谓的做梦行情的话 我认为叫做台股独有 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主管机关有规定 在第三季的季报在11月中的时候公告完毕了 那接下来的话12月没有任何的报表要公告 然后1月2月3月都没有一直到3月底之前 才需要把第四季季报就是所谓的年报公告完毕 所以这很长一大段大概三个多月的这样子一个 没有任何报表的这个时间点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上市柜的公司 集其所能在喊明年怎么样 明年怎么样明年多好多好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字卡 就是所谓的做梦行情的一个标股的长相长什么样子 那我就用几个就是快速的这样一个下标标给大家 只要第一个叫做story迷人 这个时间点你只要讲得出来明年有多好 那就会有人去买单 而且这个时间点你只要现行能够把它做到整理完毕开始转强 那为什么要整理完毕开始转强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时间点如果有强势的先行来说的话 要拉抬很快 可是我这个时间点如果你的股票 依然还是在属于一个相对弱势 或者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套牢量的时候 这些个股它不会是做梦行情的操作的个股 原因是因为主力干嘛 拉给你去做节套 他们去拉那种现行强势的上面压力比较轻的就好了 所以只要story迷人 只要现行强势 那另外的话就是高成长 然后赚要赚更多的 那低基期的叫做是有可能是底部的现象 或者是油亏转赢这样的题材的个股 那这些个股都会是所谓的做梦行情的一个标股的涨像 那讲到这里呢 你会说当然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听听 来看看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来秤一下这两天的标股的人气 那这两天昨天涨停板 然后今天还涨半根的 有一档个股 那你可能知道是谁 就是联电 联电是因为 那个这两天有一份外资报告 那这份报告我也给大家简单快速看一下 这个是高盛发的 我那天我昨天看到报告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敢喊 来这个是联电昨天的高盛的报告 他喊说那个目标价54块半 那 其实给他看中文版 我帮大家翻译的 这个是昨天的联电的报告 他喊说联电啊 其实今年大概可以赚1块85 那明年的话可以喊到2.11元 那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似乎成长没有很多 然后结果他跟你讲说 2022年联电EPS可以看3块3.21元 那他的理由叫做是8寸晶圆的价格要调整调涨 然后还有12寸的产生应用率提升 那28奈米的这个需求强劲 然后他们的一个扩产的状况是非常积极的 然后他就由目标价32块喊到54块半 那讲到这里来说的话 我自己很客观的讲一件事情 叫做是明年能不能赚2块多 其实或许顾得出来啦 但是所谓的2022年 就是后年的事情的时候 真能赚到3块吗 我觉得那个有点喊得太遥远 遥不可及了 但是无论如何 市场他真的就买单了 你看他昨天就涨停在创新高 然后今天呢 就是昨天涨停在创新高 那今天的话呢又大涨了4.5% 所以两天就15% 就这样东东就这样上去了 那你有看到这个现行是强势的吗 那你有看到他赚就说赚更多的吗 所以联电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 就是符合一个叫做是做梦行情的一个 这样一个标股的涨像 做梦行情这样一个标股的一个涨像 那我们再讲今天就是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又有两档个股 他就继续喊下去了 一档的话是3189的景硕 然后另外一档的话是2368的金像电 那两份报告我也看过了 那个联电的报告的话 他写了洋洋洒洒12页 我这边有看到12页这个部分 然后呢 那个景硕跟那个金像电 金像电的话 他洋洋洋洒洒洒写了35页 几乎可以出一本书了 那另外的话景硕的话是37页 我要真的写的非常非常用力 然后这两档的目标价的话 一档是在60几块 一档是在130几块 我们直接看景硕的部分 景硕的部分的话 他讲今年的EPS是1.78元 然后呢 那个2021年的时候 他的EPS他直接跳5.5亿元给你看 然后他还喊后年叫做是2022年 EPS是8块钱 那他的理由叫做是ABF载板 BT载板的供不应求 然后他甚至还讲说ABF载板 是进入长达数年的一个超级循环 成长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而且景硕会规划 这几年的一个ABF的产能 扩充45% 复合成长率扩充45% 那比整体产业的成长率 有10%到15%来得更大 所以景硕正在做一个比较大幅的扩产 那也因为他的大幅扩产 所以他的营收更获益 是一种跳增的一个方式去做成长的 所以目标价他喊135元 是用24.5倍的一个 明年的一个EPS来估算的 那他真的能喊 然后可是市场上面真的就买单了 结果你会发现说 今天的景硕就因为 那个高盛的这样的报告 今天的那个联电今天上涨5% 然后结果景硕今天一喊 就直接趴了一下就给涨并看 然后我想明天应该 你看他这样锁还锁15000多张 然后明天的话搞不好 还要继续再开高给你看 那讲到这里为止 你大概就知道我这边前面在说 所谓的这个 做某行情的一个标股的一个长相 长什么 Story迷人 然后现行强势 那高成长 然后赚更多 然后市场买单 他就喷了 另外的话 比方像昨天讲的就是像是这种的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分析 不过他真的是就是超强的 像那种金星科的 那营收10月营收只有6600万 然后你如果再看他的获利来说的话 其实你看他的Q1Q2Q3 每季都还亏0.8 0.41 然后0.8 0.69 那结果你看这种股票 他还是一样喷给你看 基本面没有办法分析 但是如果这种技术面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整个代单完毕之后的一个顺水推舟 和三升三四 他是谁买单的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整个代单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是顺水推舟跟三升三四 你的成交量整个就放出来了 这种个股来说的话 其实是谁买单的 我直接切给你看 这个其实就是6533 外资去做买单的 那外资就是连路大买 然后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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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子喷喷喷喷喷喷上去 那这种的话就是亏转赢的题材 他告诉你明年会赚多少 明年会赚多少 这个我没办法估计 可是现行告诉我们 他就是这样的涨项 他就是一个做梦行情的一些 标股的一个涨项给你看 那这个时候你就问说 蛋哥 那这些目标价 你觉得看法如何 我之前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我直接告诉你 外资目标价你信不信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叫做是资金行情 有人买单 他就是上去了 连店一张他就是要3万块 然后那个金星科他一张的话 他就是要30万 那这个时间点叫做是 有人买单 资金去拱他就会喷 这就是做梦行情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象征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点 11月中11月底 12月一直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不断不断发生 有人吵 有人喊story 漂亮迷人 资金进去他就涨 他就标 标给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资金行情的一个现象 那你也不用管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应该是不能讲说不用管 我应该讲说 这个时间点 如果大盘教训指数还在这边做高涨震荡 没有去做转空的时候 这些标股依然会标 那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现象 但我也要强调一句话 就是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手上的个股 还是偏向于弱势的个股 那如果线型还是就是上面有头部的 或者是说上面有什么长AK的 上面有那种爆量长上引线的 或者你的线型还在整理的 那这种行情 这种个股来说的话 他就不会是做梦行情 去做拉抬的个股 因为主力不会拉给你解套 那这个是再次跟大家做提醒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几天 不断提醒大家的 资金行情持续 那你去寻找的叫做趋势成长的 你去寻找的就是所谓的 那个趋势成长 然后现行转强的这些相关的个股 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这个时间点真的是 做梦做葬 集团乏人一起在做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行情 这个是在这边行情的部分 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教学 然后还有就是在个股的范例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你会问我说 当然跟你怎么拿到这些报告 其实我们其实每天看很多 很多报告 因为就是会想要知道说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那你就会想说 那外资怎么看 然后投信法人怎么看 研究机构怎么看 然后就可以多看一些这样的报告 然后可以理解他们现在目前 正在做什么样的那个 喊价或者是趋势 或者是说那个资金在哪一边 去做轮涨轮动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在节目的时候 再继续分享给大家的 那时间 还有一些些时间 然后就我继续讲 我们的古魔力 那因为前一阵子跟大家说 我们的古魔力 正在做所谓的 升级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跟厂商都做过确认了 已经到升级的最最后 就是已经到一个升级的一个时间点了 所以这边再跟大家来做一个 古魔力的一些相关的教学的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 然后你到古魔力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当然还是请大家 还是务必看一下 看一下所谓的股市温度 那股市温度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目前的30天的趋势长怎么样 然后你如果看这个 从13000点附近之前的话 那个大盘已经开始在转所谓的热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 这几天其实你就是顺势的偏多操作 会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操作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趋势跟方向 那我刚算过那个热 大概12还是13天 所以其实这个市场是还蛮趋势偏多的 然后第一件事情 那是你就是看了之后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不然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古魔力的版本 这个已经是B2.00了 所以我们目前的用户来说 都还是1.多的这样版本 这个是我自己目前在这正在试用 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一个版本 就是2.00的这样版本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会员都可以直接做升级 我们就可以从一版升到二版 那只要我们测试完毕之后 就会直接推播给大家 请大家来做升级这样的动作 那2.0的版本有一个好处就是 之前我们的古魔力 主要是在拉回手稳来做买进的策略 那2.0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加了所谓的 嘎空创高的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我可以让大家在 所谓的2.0的时间点 你原本之前就只有买进跟卖出这样的讯号 然后2.0的时候 我新增了这样一个嘎空的讯号 可以让大家拨断的一个序报 可以更加的灵活 所以2.0的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会看到 就会有倒三角形这样的嘎空讯号 这个是3552的通质 那这个就是实际的讯号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在2.0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我们的会员 一起来做这样的使用 那今天我要讲一档个股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做末行情的个股 那也感谢外资帮我们来做抬轿 那这档个股的话是 那个3189的紧缩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说 就是如果你拿到股魔力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先看温度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你就是先把 就把你的股票做加好 加满 加在即时多 或者是做加在即时空 那边去顺势去做多 或者是做空 那因为最近真的是比较偏多一些 所以你尽量会放在即时多 会比较容易发生所谓的买卖的讯号 那你获利了结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那你如果真的要放在即时空的话 不是不行 而是比较容易失败 或者比较容易 比较拖久一点的时间 才有可能赚到这个做空的钱 那所以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都把它放在即时多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还蛮顺利的 就是叮咚叮咚 它都会推波给你那个 那个精准的买卖讯号这样子 那假设如果你有看到好的股票的时候 我也会用我们的公司的简讯系统 然后告诉我们的股盟利的会员说 你可以把几档个股 然后把它加到即时多里面去 然后跟着讯航来做操作 那比方说11月17号礼拜二的时候 我就推波了三档股票 就给我们的股票 股盟利的会员 那分别是1312的国桥 然后3189的紧缩 还有3552的同志 就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那三档股票 就我们前面刚刚看到的同志的部分 那我今天就直接不盖牌了 我就直接给你看这三档股票这样的状况 那原因是因为其实已经喷上去了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再去追紧缩 其实已经追在一个短线上面的高点了 所以这边我不打算再去 所谓的推荐或者是 分享紧缩这档个股 我只是把我们的讯号来分享给大家看 来3189的紧缩 如果切到股魔力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来哦 直接切给你看 来你就把它放到这个 左下角的即时多 那紧缩的部分来说的话 你就会看到他就在这个 放打给你看 你就会看到说在11月17号的时间点的时候 在77.4元这边 有发出一个买进的讯号 那我看到这个讯号 我认为紧缩它是一个趋势偏多 而且它是一个整理完毕的一个很好的股票 所以我就把它分享给我们的股魔力的会员 把它放进去到即时多里面 这样来做讯号 然后他就在这边去做一个 拉回整理 整理了三天之后 昨天有一点点小红棒 然后有点转强这样的讯号 那今天的话 就直接 咚 就这样它跳空上去涨停 那这个 就是获利了结的 卖出讯号还没有发出来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今天的景硕 其实就是 外资帮我们在做 所谓的抬轿这样的动作 因为我们买到这边 那 这个都是扎扎实实的讯号 那就是只要你是 古魔力的会员的话 你都可以用 这样的讯号来跟着来做操作 然后今天的话是 所掌停84.7 那我相信他应该他明天 开高的几率还蛮高的 那至于他什么时候发出 卖出的讯号 获利了结的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也请我们的 古魔力的会员 来跟着讯号来做操作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在 古魔力的部分来做一个 再做一个提醒跟介绍的部分 所以 当你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来做洽询 古魔力这样的APP 这样一个 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样一个工具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倾斜结晶 我让他真的开发 开发花了还蛮多的一个时间 跟那个花费相关的一个成本的 所以 后续的话 我觉得古魔力难典 真的还是需要做一些价格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不过如果有 就是有一些 优惠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方案的话 还是请大家可以来做一些期待 的这样一个部分 好 所以 大概讲到这边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 就我在打一个小小广告 因为昨天的YouTube 投资朋友有在上面做留言 就是有投资朋友问我说 找一下 这边 他问我说 蛋哥可不可以 那个帮我们解释 电动车概念股 真的有受惠是哪些公司 这位Mr.B的投资朋友 恭喜你猜到我最近想要拍的专题的影片 那原因是因为最近 我不是有跟大家说 我都会拍一些专题吗 那刚好 这几天我会拍一部叫做是 那个2021年的趋势成长 的就是产业的部分 所以我打算要把几个很重要的产业 拿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不过就没有办法在这盘后解盘里面 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所以请你务必在 在我的YouTube影片这边来做多做关注 还有我的LINE和Telegram这边来做 那个比较大幅的关注 原因是因为 如果影片都拍好了上片之后 也都会在YouTube跟 那个LINE和Telegram上面来做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个是在 节目最后的时候 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那当然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不知道如何做操作的话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我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说加入我们行列的话 我会帮你去做每一档的个股的一个检视 那我会帮你把持股 太多流墙是必要的 真的是必要的 我会帮你把个股去做太多换墙 然后把它换到真正这个时间点 做账行情 做梦行情 趋势成长 技术线型转墙 的相关的个股的上面 那这个是让大家可以就是跟着我们的行列 然后加入我们的行列 然后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做获利的一个方式 跟一个能帮大家的一个部分 来最后节目还是提醒大家 我是陈坤的分析师 我刚刚解盘节目已经看过了 就是我会比较务实一点的告诉你行情的一个推演 我会告诉你操作的重点是哪里 那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目前上面行情啊 依然还是乐观来做看待 那整理完毕之后的一个行情更加乐观 然后整理完毕的行情之后 资金行情依然值得期待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然后也预祝各位特殊朋友 获利发发 谢谢大家 谢谢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